而古代所說的男風更善於女色 並不是說直男被擺彎 而是性別裝術本身就無太大差異 性徵也非發生性息為之重大考量 哈囉大家好我是打打Samuel 歡迎來到Samuel的歷史小教室 剛才的言論大家應該都蠻常聽到的 雖然我小時候也是常被罵死人妖 但是因為我曾經大條都不怎麼受傷 Sorry motherfuckers 幾天前呢我跟朋友漢福出遊 他是為留著長頭髮的漢人男孩 但是他在進入廁所的時候竟然被一位男子糾正說 欸魚先生女廁在那邊喔 我不知道那個人有啥問題 不過因為我朋友的這個經歷 讓我有感而發想要來和大家探討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就了歷代男風更善女色的無數記載 而中華文化自古對於性別的審美 又像現代如此的重視性別二分裝術嗎 保讀詩詞的大家應該都知道 自古無論男女除了描述氣質以外 對於外表的審美一概都是 朱唇浩齒夫聖學 男性熟去臉上胡鬚後 在人以深意為主的近代以前 未書髮技時男女裝術基本上大同小異 當然古代平民女子的髮型與頭飾也沒有宮廷劇演得這麼浮誇 所以古代男子只要稍微長得白嫩美艷些 再加以膚脂粉修飾 痴痴的漢朝男人們就會一概的鋪上來了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 之前提過的漢朝皇帝過半都有男寵 就是因為古時審美並無性別界限 而大臣們為了邀寵獲得重用 漢灰季時期無不施諸膚粉 完妝後才可美美的上朝 實際敘述這群男人們 完美貴姓與上同卧起 直到唐代後的男女裝術才開始有明顯的區別 有些人會以宋代近南紀的這段歷史來為之詬病 認為中國古代對於同性戀及跨性別裝扮 是極其不友善及打壓的 但事實上根本完全扭曲事實 隱藏其歷史背景避之不談 當時朝成百官被禁止嫖娼 轉而尋覓難寵 說不知京城竟出現大量流氓 在街頭上圍昌拉克著屍擾民 所以才會頒布了近南紀的政令 但到了明朝以後就完全沒事了 因為南昌館一尖尖的開幕 甚至威脅到了女子青樓的生存 而到底為何南風會如此風靡呢 根據明代雲間劇目朝 對於當時民間風俗的描述 時下女子的打扮 縮頭如男人直羅 記接後錘 並去前世 接上雅裝 喔 用大袖圓領 如男人穿蝶 也就是當時流行簡單的坠馬記且不帶頭飾 而女子的衣著只要稍作小變動 整體就會與男子裝束相似 印證了性別審美的界線 極度中立 OK 如果你到現在還沒被說服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去觀察清代前 民間所惠的春宮圖 人像除了性器官及髮型外 你根本無從判斷性別 而且你會發現畫中的性徵描繪 完全不是畫的重點 反而是對於情境 凌亂的衣物 以及裹小腳等 特別鋪陳琢磨 例如像三批 偷窺 或是車陣等等的 前女子的乳房也不常出現 即使出現了 也是跟男子的陰莖一樣 都是小尺寸的自然size 至此我們已經了解到 古代對於性別的審美 從臉 肌膚 到服飾 都是在一個中間值游走的 而古代所說的男風更善於女色 並不是說直男被掰彎 而是性別裝束本身就無太大差異 性徵也非發生性息為之重大考量 這些都是從春宮圖中 大多數的人像都穿著衣服 而且對於描繪性徵的忽略是可以理解的 而陰陽家所論述的陰陽 不是單純指男屬陽女屬陰 而是雙方成分各多佔了一點 必學養人無論性別都要陰陽均值 無往兩極發展 造成對立不平等 好 結論 其實不知從何時中華文化開始揹覆著 對於同性戀及跨性別裝束 無法包容的罵名 網路上有許多以偏概群的文章 引用的都是一些 古時文人對作惡異裝人士的批判 過世關家子弟對於女性異裝成男子 進而大展長才 更勝男人的詆毀渡言 進而結論中華文化 對於同性戀及跨性別裝束 都是不友善的 Totally not true 其實現在我們偶能見到一些父母 小時候把男孩當女孩養得開開心心 長大後上國中 卻要求他們做個陽剛的大男生 像我家就是這樣子 小時候給我穿pink dress 逛家樂服 被人家稱讚說 OMG你的女兒好漂亮 結果上了小學穿制服 我只能穿褲子 長期下來 竹劍使家長無法接受 現在所謂跨性別的裝束 造成社會上無數的歧視及悲劇 所以在此我要澄清 我們中華文化的性別審美是中立的 而且對同性戀及跨性別裝束 也都是極其友善的 所以大家要砲轟自己的文化 不開放以前 請先記得這支影片中所講的 並且閉上你那張無知的小嘴嘴 當然對於這些歧視所謂跨性別裝束的人 也是Shut the fuck up You stupid dickhead dickhead